刚刚已经跟我女儿说 我大小都要各一千五 但是我女儿说 各一千五 那你要三千块给我 我就帮你列单 因为我女儿知道她是来第二次 知道她是骗人的 但是呢 她说你给我列出来 等开了我就会给你 马姓男子与彩券行下注 苹果游戏 前后下注书工升上现金后 因升上无足够现金 便在开奖前 以口头方式向店家下注 经开奖后开出奖金 新台币六千元 为店家表示 未知付现金无法下注 双方现场无法达成共事后 发生拉扯 马贤心有不甘 即未经店家同意 进行进入柜台预拿取现金 店家立即报警 警方到场后 调阅现场监视器 并依法逮捕马贤 全案一抢够未遂罪前 移请新北地警侦办